大家好 最近呢有这么一个事 有一个问题就是 哪几种人不喜欢 发朋友圈 你像我就喜欢发朋友圈 而且搞了很多视频 也不知道大家爱看不爱看 反正我喜欢就行 我不管别人 在这个世界上 既然会有喜欢发朋友圈的人 那就肯定会有 不喜欢发朋友圈的人 这是一定的 喜欢发朋友圈的人 其实他们的性格怎么样呢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但是对于那些不喜欢发朋友圈的人 我们却看不出来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些人 他们是非常特殊的 也许那些不喜欢 跟朋友往来 也不喜欢发朋友圈的人 十有八九是这么几种人 第一种呢 就是有属于那种设恐的人 社会恐惧的 这样的人 不喜欢交朋友 也不喜欢发朋友圈 那么这种人 还有可能是患上了 社恐的人 那些社恐症 较为严重的人 他们会主动远离社交场所 主动远离身边那些熟悉的 或者不熟悉的过客和朋友 因为社恐的本质 并非是对社交的本身恐惧 而是对人的恐惧 那么既然他们不怎么喜欢接近人 那么他们很大可能就不会发朋友圈 甚至连看别人朋友圈的想法都没有 朋友或者朋友圈都不过是社交下的一个名词而已 一个人如果他们本身就对人无感 厌恶社交 那么他们不发朋友圈 不交朋友 这就是他们的正常反应了 第二呢 就是被杀害过的人 一个人他厌恶社交 讨厌朋友 那么他的心灵肯定是较为阴暗的 阴沉的 而较为阴沉的背后 可能跟他的生活经历是有关的 有可能他曾经是一个较为和群的人 可在和群的过程中 因为被人伤害过 所以他主动选择不和群 选择离开这些所谓的那个朋友 有可能他小时候就有被人欺负的这个阴影 这样的阴影不仅影响了他未来的社交情况 还影响了他对人的态度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一个人对社交无感 他们绝对是充满了特殊的人生经历的 否则又有谁会活得像孤家寡人一样呢 第三呢 就是看透人际关系本质的人 人际关系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呢 曾经有一个作家写道 所谓的人际关系 不过是人为了谋取利益 而故意加上的一层虚伪的外衣罢了 人际关系的本质也许就两个词 第一 唯利是图 第二 虚伪至极 为了利益而伤活而社交 这是大部分职场人的无奈的选择 包括我在内 因为社会过于复杂 没有人会将自己真实的一面显露给别人 那么虚伪之事就会样育而伤 但是不管是虚伪的也好 真实的也罢 只要人明白其背后的复杂性 那么人就不会参与其中 就像是发朋友圈一样 为了别人点一两个赞 而费金劳神 又为了何呢 第四呢 就是喜欢安静独处的人 在近年来 有这么一个词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 那就是断舍离 所谓的断舍离 就是让人学会摒替 生活中不必要的人与事 选择大胆放弃 只留下精华的部分 喜欢断舍离的人 往往都是一些喜欢安静生活的清静者 在这个匆忙急躁的社会中 大多数人都活得不痛快 但是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们就向安静的生活转变 如今很多人 他们宁可放弃热闹非凡的射球场 也不会让其玷污自己的安静天地 可以说那些不喜欢跟朋友交往 也不喜欢发朋友圈的人 都是安静独处的 极简生活的追求者 那么第五种呢 就是不喜欢惹是生非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 是非和矛盾 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俗话说的好 是非只为多开口 烦恼皆因强出头 一个人如果他说的话过多 那么他的烦恼也就来了 一个人如果他在江湖上的轨迹过多 那么他终究会被是非所困扰 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是非终究会不请自来 可是一个人所参与的圈子越多 他来的数量也就会越多 这是一个概率问题 那些看透通透的人 他们不想招惹是非 就会主动远离社交 远离那些没有必要接触的朋友和过客 所以说他们不发朋友圈 很少交朋友 那就是一件很必然的事情了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 谢谢大家